这双术后如果是短期的发热呢 是正常的 因为第一个呢 是一个术后的应急反应 第二个呢 是因为这个肛门里面填色物比较多 引起的这个发热现象 但是如果时间长了以后 或者是术后几天引起的发热 我们就要考虑 是不是有术后的一个伤口感染 这种情况呢 我们可以通过抽血 咽血和这个术者进行这个专科换药 来判断一下 来区分一下这个 就是术后发热 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如果确实是因为这个术后感染引起的 我们就要及时地进行一些处理和治疗